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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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裂缝就像是冰川的陷阱 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 听说有位勇敢的探险者在冰川上滑倒 结果不仅摔了一跤 还把他的午餐撒了一地 成为了冰川的冰雪美食家 所以 去冰川探险时 记得带上坚固的装备和足够的零食 毕竟 谁知道你会在冰川上待多久呢 总之 挪威的冰川是一个充满神秘与美丽的地方 它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北极的冷酷 也让我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这里 每一块冰 每一缕风都在诉说着地球的故事 希望你在未来的探险中 能够亲身体验这份神秘与美丽 同时也能带回一些有趣的故事 成为下一个冰雪美食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二章 冰川徒步 在挪威的冰川上行走 仿佛踏上了蓝色的星球 在挪威的冰川上徒步 简直就像是在蓝色星球上漫步 仿佛你是宇宙中的一颗星星 随时准备与其他星星进行一场优雅的舞蹈 第二章的主题 冰川徒步不仅仅是一次身体的挑战 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冰川的状励 想象一下 站在冰川的边缘 四周是无尽的白色和蓝色 阳光透过冰层 折射出梦幻般的光芒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冰淇淋世界 忍不住想要伸手去抓一块 然而 提醒你一下 冰川可不是你在夏天的冰淇淋车旁边能随便享用的美味 碰到它可得小心翼翼 毕竟它可不是甜品 而是数千年历史的冰雪积累 在冰川徒步的过程中 你会体验到一种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感觉 每一步都像是在与大自然进行一场对话 你可能会听到冰层下水流的声音 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或者 偶尔会有冰块崩裂的声音 像是大自然在打哈欠 提醒你要小心行走 此时 你可能会想 我是不是打扰了它的午睡 当然 徒步冰川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你需要穿上特制的冰爪 像是给自己的鞋子加上了超级英雄的装备 走在冰川上 你会发现 平时在平地上走路的优雅与自信 在冰川上瞬间化为乌有 每一步都像是在进行一场冰上芭蕾 你可能会摔倒几次 甚至在冰面上滑行 仿佛在参加一场冰上滑稽表演 但别担心 摔倒是冰川徒步的一部分 重要的是要优雅地爬起来 继续前行 在这段旅程中 你还会遇到其他徒步者 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来 探索这片神秘的冰川 你们可能会分享彼此的故事 互相鼓励 甚至在某个瞬间一起大笑 仿佛在庆祝这场冰川派对 这就是冰川徒步的魅力 它不仅是对身体的挑战 更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连接 最后 冰川徒步的经历会让你对自然有更深的敬畏 你会意识到 虽然我们在这片蓝色星球上行走 但大自然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 每一块冰 每一条裂缝都是岁月的见证 走出冰川 你会带着满满的感悟和故事 仿佛自己也成为了这片蓝色星球的一部分 所以 准备好你的冰爪 带上你的幽默感 踏上这段冰川徒步的旅程吧 在挪威的冰川上行走 绝对会让你的人生增添一抹蓝色的色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三章 挪威美食 品尝挪威的鲑鱼 舌尖上的鲜美与海洋的气息 在挪威 鲑鱼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更像是一位贵宾 优雅地在餐桌上展现自己的风采 想象一下 您坐在挪威的海边 威风轻浮 眼前是一片波光灵灵的海洋 耳边传来海鸥的叫声 您手中端着一盘新鲜的鲑鱼 仿佛整个海洋的气息都在这一口中 挪威的鲑鱼以其鲜美和丰富的营养价值而闻名于世 这里的鲑鱼大多是养殖的 但养殖环境极其讲究 水质清澈 饲料天然 鲑鱼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肉质鲜嫩 口感滑腻 挪威人对鲑鱼的热爱可谓是深入骨髓 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鲑鱼食谱 说到挪威的鲑鱼 您可能会想到熏鲑鱼 这道美食的制作过程就像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 首先是将新鲜的鲑鱼用盐和糖腌制 然后再用木屑熏制 最后呈现出那诱人的金色外表和独特的烟熏香气 有人说 熏鲑鱼的味道就像是海洋的拥抱 温暖而又令人陶醉 当然 挪威的鲑鱼不仅仅局限于熏制 生吃也是一种极受欢迎的吃法 您可以在当地的餐厅里品尝到生鱼片 sashimi 风味的鲑鱼 搭配一些新鲜的柠檬和橄榄油 简直是舌尖上的奢华享受 挪威人甚至会在鲑鱼上撒上一点点的海盐 简单却能完美地提升鱼肉的鲜味 有趣的是 挪威的鲑鱼还与当地的文化息息相关 在挪威 鲑鱼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 更是社交场合的明星 在家庭聚会或节庆时 鲑鱼常常是主角 大家围坐在一起 分享美食 畅谈生活 仿佛鲑鱼不仅填饱了肚子 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总之 挪威的鲑鱼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文化的象征 无论是品尝它的鲜美 还是感受海洋的气息 挪威的鲑鱼都能带给您无与伦比的体验 下次您在餐桌上看到鲑鱼时 不妨想象一下它背后的故事 或许会让您对这道美食 有更深的理解和更大的敬意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挪威的冰川 冰川徒步和美食 仿佛带着大家踏上一次神秘的探险之旅 在第一章 我们走进了挪威的冰川 体验了北极的冷酷与美丽 挪威冰川不仅是大自然的艺术品 还是一个充满历史的生态系统 告诉我们人类在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 接着 在第二章中 我们进行了冰川徒步 仿佛在蓝色星球上漫步 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同时 也经历了许多幽默的瞬间 甚至可能成了冰雪美食家 最后 在第三章 我们品尝了挪威的鲑鱼 发现 这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挪威文化的一部分 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 通过这次探讨 我想分享一个观点 自然不仅是我们生活的背景 更是我们灵魂的老实 无论是冰川的寒冷 还是鲑鱼的美味 它们都在教会我们 敬畏和珍惜这片美丽的土地 这就像生活中的点滴 我们都应该学会在享受美味的同时 去感受背后的故事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挪威的冰川 徒步和美食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故事或问题呢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讨论 让我们一起把这个话题热起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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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